今天考試的教室是在館2015 2015 所以有一部分的同學會在這一間 有一部分的同學會在2015 所以可能大家到時候注意一下 你的考試的位置是分配在哪裡 好 那就是趕快剛剛去跟七半 確認一下另外一間教室的位置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我們上個禮拜也有提到 其實我們在計算的時候 想想一下我剛剛講 我知道現值 我知道期數 我知道利率 我可以推算出我的中值 所以我有四個數字裡面 如果其中任何數字不知道 其實我都可以推算 但包括我現在的年紀也是一樣 我知道年經的限值 知道年經的中值 我知道利率 我不知道期數也可以算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勢力13 好 它給你的條件跟勢力14 勢力13說職場公司 它是在X5年的8月1號買入一部機器 8月就像銀行借款的267,763 你的利率是10% 然後約定從開始 從即日起 每年的8月1號賺還5萬 好 那那個 它說其中包括了 其中呢 包含其初借款利率跟本金的賺還 它問您說 那要幾年才能夠將這個借款還期 好 第一個呢 它借了限值 好 第一個呢 它借了限值 換言之呢 它5年的8月1號的限值 就是267,763 好 然後呢 它的利率是10% 然後每一年要還5萬塊 好 問題 這5萬塊呢 就是包含了本金跟利率 換言之就每年就5萬 好 那你問你說還幾次 好 幾次呢 它才可以還267,763 所以它講說 即日起 每年的8月1號 所以每年的8月1號呢 它應該是指 X5年的8月1號就還了5萬 這樣看懂嗎 所以它的時間點你要把它看清楚 它說即日起 每年在8月1號 所以即日起呢 當月是不是 X5年的8月1號就是 就是那一天就要還一個5萬的意思啦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呢 我的限值是267,763 然後呢 我每年要還5萬 然後一共要還幾次 欸 不知道 那一開始我就先還了5萬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呢 它的式子的寫法 就在267,763等於5萬 去乘上奇數N-1喔 因為什麼 一開始的 N-1的一個原因 是因為一開始我就還了一個5萬了 所以它是不是加一個1 所以問你的奇數的時候 你要記得是這樣子去計算 好 所以我們可以推算出來呢 它的限值因子呢 是4.35526 歲數差表 跟我們之前看到的差表一樣 好 利率是10% 然後4.35526 好 我們查一下不明限值 呃 對不起 年金限值量 因為是每年的齁 年金限值量 裡面是4.35526 百分之10 4.35526 好 是不是奇數就是什麼 6 對不對 奇數是6 那奇數是6 它前面講說這個N-1要等於6嘛 所以呢 你的齊就是多少 7 好 這樣看懂嗎 好 因為它是奇數年金或叫到奇年金 因為一開始我就先還了個5萬 好 所以這樣看懂嗎 好 就是如果我知道限值 知道每期要還的金呢 我也知道利率 那我要自己 那我可以推算 我要還幾次 好 然後呢 事例14呢 是要求I 就是 好 我們看一下呢 它的例子 好 它例子裡面呢 它說 我在X5年的2月1號 向銀行卸了203400 然後呢 我從X6年的2月1號 起分時期償還 那每一年償還 每一年持償還3萬6 我問你利率 所以這個呢 就是普通年金啊 因爲什麼 它是X5年開始 這個合約從這個時候開始 但是呢 它是X5年的年底 就是X6年的2月1號 你把它想成就是X5年的年底的意思 就是第一期的期末 所以它就會有普通年金 所以它就不用N加1或減1 那個就不用了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它的計算的公式裡面呢 就是我的限值是203400 好 那我的3萬6千乘上大P的 奇數是10 利率是N 好 所以I啦 利率是I 所以我們去查出過去呢 我的限值因子呢 是5.65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奇數是10 它的5.65呢 它的利率是多少 奇數是10 你查年金 我們不表示年金限值 都可以查得到了 所以是5.65的話 奇數是10 是不是12 所以我們就查得到 我們的利率就是12 大家看懂嗎 所以這個是可以互推的 好 那我這裡就突然間想到 我們上次呢 有講到一個用插股 插股法呢 我沒有提到 所以我想這個地方 我要算給大家看一下 所以這兩個例子應該沒有問題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事例期 事例期上次呢 我有提到說 這一次你大概跟大家講怎麼算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的那些例子 都是剛剛好 那如果不是剛剛好呢 好 所以我們再看一下事例期 就可以來練習這個 不是剛剛好了嗎 我怎麼算 好 事例期在138月 它說呢 我現在存3萬 每年付利一次 20年之後的本利盒要88500 問你 它現在存款的利率是多少 我現在存1筆而已 好 20年之後是88500 所以它就是一個什麼 付利而已 它沒有年金 好 我現在存1筆5萬 然後20年之後要等於88500 那你要要求的報酬利率是多少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呢 我現在存了1筆5萬 好 3萬 好 那我去查中指也可以 查線指也可以 好 那我假設喔 我們看科普應該是用線指去算吧 還是用中指 我現在存3萬 然後呢 存20年之後等於88500 好 就是它給我們的條件 它問你 那我的要求的報酬率是多少 好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除過去呢 我的20期的I 這個中指因子出過去 是88500 就除3萬 好 所以你們可以看一下 這樣除過去之後 它的中指因子是什麼 88500 除3萬 所以是2.95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用負利中指 負利中指表 負表1 去查 我奇數20 它的中指因子是2.95的 是 利率是多少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負表1是150頁到150頁頁 我們查20期 2.95 所以2.95 是不是介於5跟6之間 5的話呢 是2.653298 然後6的話 是3.207135 好 所以我們來看 這個I如果等於5的話 是2.653098 如果I等於6的話呢 是3.2 如果I等於6的話呢 看到這裡有些忘記了 6.3 好 3.2 好 3.2 好 3.2 8 然後是2 3.207135 所以2.95 3.207135 好 這邊是3 2.98135 所以2.95是介於5跟6中間 那我們不能講說大概是5 也不能講大概是6 好 我們也不能給一個很模糊的答案是 反正就是5點多 它多到哪裡 好 所以你要算一個比較精確的數字 所以我們要用插補法 好 插補法呢 因為我們這個數字是借這兩個中間 好 所以假設我用5來算 好 我呢是5% 然後這兩個中間 這兩個極距是1 好 5跟6中間是1個%的距離 那這兩個中間的限極因值是3. 3.207135 減掉2.653298 所以這邊是0.553837 0.553837 然後2.95跟5中間呢 差的是2.95減掉2.65398 2.653298 所以是0.296702 0.296752 好 所以我們來算 那這個是佔它的百分比是多少 所以0.2967 我們要去除0.553837 好 所以是0.5357 對 這邊是算出來是0.5357 0.53572 所以我們也可以不用取到那麼多 我記得課本上面是4258角數的第三位 所以它是取到0.536 好 0.536 好 0.536在乘上1% 就是0.536 百分比 所以加上5% 所以呢 我要求的報酬率是多少 就是5.536 一張看出來了 這個就是擦骨嘛 因為我們現在得到的這個因子呢 這個是終極因子呢 我們去查表說它沒有剛剛好這個2.95 沒有剛剛好2.95 所以呢我們要去查那個擦骨說 它到底是5點多少 因為我們去對那個對照出來 它是5跟6中間 它到底是5點多少 好 所以我們就用算 把它算出來 這個叫做擦骨法 好 因為有百分之5跟百分之9 中間差的是0.553837這個數字 那我2.95跟那個百分之5呢 中間的差的是0.296702 好 所以呢 它是佔這個比重的那個範圍就是0.536 所以算出來 我要求的報酬率就是5.536 這樣看懂嗎 好 所以請大家注意一下 這是擦骨法 這很常用喔 很常用 為大家如果修緩快更常用 好 所以一定會有用到這樣的擦骨法 我說了 你問人家問你的時候 你說就進入5分6中間 它到底5點多少 所以你要算出一個比較精確的數字出來 好 這就是擦骨法 好 這是三個禮拜呢 來不及跟他講這個擦骨法怎麼做的 好 這個例子 好 那我們最後來看一下另外一個 所以我們再看一下耳光 145頁 好 我們看過負利現職 負利中職 看過年紀 看過我們有些條件事 我現在存了一筆錢之後 若干年之後才要做某些事情 好 那若干年才能做一筆錢 我還要分好幾次去做完 譬如說 我最常講說我現在假設要存一筆錢 好 那未來我退休始終 好 我現在存一筆錢喔 那存這筆錢呢 我假設要40年以後才退休 那麼40年之後呢 我每一年要能夠領1萬塊 然後我領要領20年 譬如說假設我還要活20歲 20年 對 我要領20年 每一年都可以領1萬塊 那我現在存多少錢 但我要有一個已經知道它的一些什麼 利率 這樣子才進去算 所以這樣我們叫做地元年金 好 我現在做了這件事情以後 地元多少年之後才開始做這些事情 好 所以這個叫地元年金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例子 好 向施令十五 他說呢 好 張軍在X四年呢 計畫在銀行存一筆錢 然後供他兒子以後升大學之用 然後X四年就開始要存這筆錢 那什麼時候他兒子才開始入學呢 X八年 好 然後呢 X八年才可以入學 所以X八年的八月一號開始 那預計每一年要提四年 一共要提四年吧 因為大學四年 那假設銀行的利率是百分之八 每一年複習一次 複利一次 然後呢 在X四年的八月一號 他應該一開始要再預算存多少錢 好 所以呢 這個條件呢 就是我們去想 好 我現在是X四年的八月一號 那如果你覺得說 八月一號我好像覺得是年中 你也可以把它想成X四年的一月一號 這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好 因為我沒有年度的問題 12月三星不算的年度 所以你把它想成是 起初要存一筆錢 好 然後呢 我再X八年的八月一號 開始要領五萬塊 好 五萬塊對吧 該領四年 好 所以X八年 X九年八月一號 一零年的八月一號 以及一一年的八月一號 所以他要領一 二 三 四 四次 當然要什麼 才有12年的七 六月三十號才畢業 好 這個就不關我們的事情 所以我們只算到這個四次在這裡 好 他問你的是這一段 我現在要存多少錢 所以他就有點像什麼 立延年金的概念 但我們現在講 這個時候的 他現在立延年金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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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沒記錯的話 好 所以這個五萬塊 我現在要存多少錢 可以達到這個五萬塊 這個第一次的五萬塊 第二期的五萬塊 第三次的五萬塊 第三次的五萬塊 好 所以你可以算 你看 我中間有得了嗎 差五年 差六年 差七年的八月一號 好 到差八年的八月一號 所以我中間有一 二 三 三年之空白 好 只要差 如果從這邊開始算 一 二 三 然後差第四年才開始有錢 好 所以我們有兩種的寫法 一種寫法 我先算這個時間的限值是多少 好 這邊五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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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如果 我現在差八年八月一號 我未來領的五萬值 差八年八月一號的限值是多少 所以這是年金啊 我每一年領五萬 我一共零 四年 就是一開始 我這邊認同這個限值 然後因為我們用 我們是普通年金 我們現在的表是普通年金 所以我們說這個的時候齊主 這個時候是差八年的八月一號 我要把它想 我要算的是這個時間點的限值是多少 因為我用的是普通年金的限值表 所以這個差八年的八月一號 我要想成是差七年這個時間點的限值 所以這邊是一期、兩期、三期、四期 所以是四期的百分之八 那我現在算到這個數字呢 是這個差七年八月一號的限值啊 年金限值 那我這一筆數字到這個時間點就負率限值了 因為一筆啊 這邊是一筆數字 推到差四年的八月一號 我要成多少錢 這樣看懂嗎 好 所以這個數字我要 我知道是什麼 負率限值 所以一期、兩期、三期 所以乘上小P的百分之八 這樣看懂嗎 好 這個算法呢 我是先把它從我每一年要領五萬 去算 先推算出 差七年八月一號的限值 年金限值 好 算到這個時間的 差七年的八月一號的年金限值 但是要先要問你的是 我差四年的八月一號就要存啊 所以這個年金限值我要去推到 差四年八月一號的負率限值 因為我先一開始要存一筆錢進去 所以這個時間點 我知道是什麼嗎 這邊再去推三期的限值 這是一種算法 另外一種算法呢 我就是 好 我就是算五萬呢 我都要零幾次 我現在要算到這個是限值了 我算年金限值 所以一期、兩期、三期、四期、五期、六期、七期 所以我是七期百分之八 但是呢 我中間 好 我也可以五萬應該就五次了 我這邊限值一直在那邊保護起來 但是呢 我前面這三期我並沒有領錢 我這三期沒有領錢 所以我把一、二、三扣掉 等於說這三期的年金限值 因為在這個時間點 我並沒有去領這三期的錢 所以我是把它扣掉 所以去減掉P 也是大P喔 好 大P的三期的百分之八 好 這邊的這三期我有領 你這樣看懂嗎 所以有兩種算法 地延年金 這個叫做地延年金 又是地延到若干年才開始做這個年金的動作 好 所以就像課本上裡面有寫的 你看 好 課本上第一個做法呢 就是我算到X7年的年金限值 再推到X4年的負利限值 好 所以就像課本上面的 第一個它是不是 先把五萬乘上四期的百分之八 跟我一個力量 然後再去得到的這個數字是 十六萬五千六百零六點三五 然後呢 我再去算它的負利限值 它的三期的負利限值呢 是 限值因值是0.793832 所以你現在存入一筆十三萬一千四百六十四 第一個方法就是我上面寫的 先年金限值再去算負利限值 另外一個方法二呢 我就是把它假設 從我X4年8月1號開始 去算它的年金限值都七期 因為到X8 欸 X11年 好 所以你可以看呢 它一共有幾期 一共有七期 好 但是我前年三期並沒有領錢 並沒有去 並沒有領錢 所以不用去算那個金額 所以我把那個金額扣掉 所以你可以看呢 我們的算法是不是 先把就在146月的最後一行的 倒數第二行的那個市值五萬去乘上 年金七期 利率百分之八的限值 再去減掉年金三期百分之八的限值 得到一樣是三萬一千四百六十四 然後還是會一樣的 這個就是第一年年金 好 所以這個地方呢 其實實物它在試用上也很長 看你碰到這樣的一個情形 也就是說我現在假設存一比錢 好 假設我現在存一比錢呢 我打算這個未來 好 我畢業的時候 畢業旅行 好 我們要去 我要去買這個 我現在人家出比錢家 那麼存多少呢 好 所以這個地方 但這個剛剛講那個例子是中期啦 因為畢業旅行交給你一個比錢就好了嘛 可是如果說我現在呢 要存一比錢 然後未來呢我想 這畢業之後呢我要能夠 所以就去游學三年 好 那我每一年 我預計要有十萬塊 可以供我游學使用 那你家出一比多好錢 這個也是一個地元年金的例子 好 所以這個 實物上在試用的時候 其實也是滿常看到的 好 這是地元年金 好 有沒有什麼問題嗎 好 再講一次嘛 好 我現在是說 我現在呢 我問你題目是問你的事 我現在要存一筆錢 然後我若干年之後 在每一年要提用一筆金額 我現在存一筆錢 若干年之後 我才要每一年固定提一筆金額 他問你 如果我每一年歸來呢 三年之後 應該是這樣 一 二 三 四年之後啦 第四年開始 我每年要提五萬塊 要提四年 那我現在可能多好錢 好 那我的做法有兩個 第一個呢 我先算到 我每一年領五萬塊的年金限制 因為那個表是普通年金 所以是差八年的八月一號領八萬 我把它想成 從差七年的八月一號開始 因為這是普通年金嘛 所以差七年的八月一號的期末 就是差八年的八月一號 所以這樣子就是普通年金去算 所以我們推算出來的限值 是差七年的八月一號 那八月一號的限值再往前推啊 因為我不是這個時候存錢啊 而是在差四年的八月一號就存啊 所以我再什麼 物理限值三期過來 這是方法一的做法 然後另外一個計算方式是 假設我從現在開始 每一年都要領一筆五萬 問你現在一開始要存多少錢進來 我現在存一筆錢 未來每一年從X5、X6、X7、X8、X9、10、11 每年都要存一個五萬 我現在存多少錢 可是事實上呢 我並沒有接下來每一年都存 都要領一筆五萬萬 我前面這三年並沒有要領錢的 所以我把這三年的年金限時扣掉 就是我現在一開始要存一個第一錢 就可以滿足我未來這個第四年開始 每一年要領幾萬塊領四年的一個條件 好 這個就是第一年年級 好 這個計算這個觀念很常用也很重要 考試第一年年級一定會考 我就要考你的觀念會搞清楚 好 要加一減一這個地方也要搞清楚 那我再跟大家說一次我給你的條件 我考試的時候一定會給你副表 就是這個限時或中時因子 請你用我的那個資料去做 那我給你年金的話一定是普通年金 我是從課本裡面出來的 所以我給你的一定是普通年金 所以如果我給你的問題是 期初年金或到期年金 你自己要從那個表怎麼去推算 是下一減一 定一率的話最起碼應該是三位啦 對 好 就像課本這樣子 最起碼要到小數點第三位 但是如果事實上你未來在計算的時候 對 最起碼要四個問題 好 但是我們現在是要求 反正如果像這個差步法 像我們剛才的這個例子 你取到小數點三位 好 那我們看一下呢 其實我們這一張講的好像都 這個會計有什麼關係呢 好 畫面就告訴你了 幾個在會計上面的運用 第一個就是我們剛剛一開始跟大家講的 就是公司在發行價格的計算 這個本來也有在會計上的運用裡面 比如公司在發行的條件也有提到 好 這邊有舉個這個例子 那第一個我們先來看一下 不付期長期票據的評價 基本上大家就是在商言商 不可能說呢 我們兩個不是朋友 我會接你錢 所謂的票據就是 我給你假設說 好了 我賣東西給你 好像常常我們講說 這個汽車呢 廣告 在想說 你只要每一個月呢 付一萬塊 你就可以把什麼 把Core Plus開回去 那你之後每一年交付一萬塊 付什麼 付五年 你看那很高的 就交付三年就好 沒Core Plus應該是45、25、25 為什麼 Core Plus Core Plus長得還蠻奇怪的 好 臨月的 好 那事實上呢 他幹嘛會給你無息貸款呢 他是零利率 怎麼可能無零利率呢 你跟他講說 如果你這樣想 我剛剛講說 好 每一年付 每個月付一萬塊 然後你四年好了 好 四年就可以把車子開回去 那等於是 毛額我就付48萬 那你跟他講說 我不喜歡分期 我給他欠了一下錢很難過 我喜歡一次把錢付清了 那你會傻傻的說 那我先付你48萬 你會想說 他無息嗎 對不對 然後我就乾脆直接付48萬 他當然是錯啦 因為他無息只是一個廣告而已 所以你跟他講說 我直接付現金 他一定是低於48萬 絕對的 好 那所以就表示是什麼 在相連上不可能是沒有算利息的 他只是沒有把利息什麼 顯現出來而已 所以當你在會計裡頭記上的時候 你一定要把利息扣掉 好 這隱隱利息扣掉 所以看一下事例16 他說這個大 大湯公司購入一部機器 然後面合12萬里的兩年期付付席票據底部 如果當時候的市場利率是10% 然後請你第一個決定機器的成本 跟票據的限制 機器的成本就是票據的限制 也就是說兩年之後的12萬 在市場利率12%直限在多少 就這樣而已 好 12萬去乘上 所以他這個例子是告訴你說 這個條件不付席票據12萬 可是市場是一定有利率的 所以你可以去推算12萬直限在多少 所以12萬在市場利率10%的 你負利限值 負利限值在153月 其數是2的話是0.826446 所以乘上點826446 所以限值是多少 99174 99174 你直接算出來就可以了 好 那他這個問題只是問你 限值你的 你的 先進去 您就是限值你的 有一半の長時間